大步向前跑 他要去哪裡 刘錫寬拉著和自己一樣高的回收物 放到車上仔細分類 做環保的這份心很單純 因為可以安護大地 進化人心 刘錫寬除了假日做環保 也會去舒萱當小職工 接受人文的熏陶後 他主動和爸爸一起參加育佛 他雖然個子不高 然後也可能也會被吃過吃過 就是折住 但是看到他跟著我們法親家人 就是一步一腳一步一直往前走 那其實就很歡喜這樣子 因為就是對的方向這樣子 他努力的想跟上大人的動作 其實心裡還有一個心願 我早幾年曾經有見習過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中間就斷掉 後來就是在去年 寬寬歲末祝福的時候 他在上人面前說 我的娘明年要培訓 那就是要成正信使啊 劉錫寬從三歲開始接觸此季 在職工身上學習到帶人處事的方法 比起同年齡的孩子也更體貼懂事 大愛新聞真上美職工 陳建成 陳韻志 台北報導 就是三歲月的時刻 就說過一個人要聽到 我去年八歲的孩子 谢谢大家